因为就像我身上这一套 就是大概是三亿多 这一个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卡 十二克拉的戒指 就已经是一亿多了 所以 就是以纯欣赏的角度来看就好 林轻如与霍金华 一直都是一对颜值非常高的恋人 两个人自结婚以来 就十分的恩爱 并且还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 他们的女儿尽管被保护得很好 但是光凭着 爸妈的颜值就不难猜出 这个女儿一定也长得非常可爱 霍金华女儿控的属性 其实早在之前上鲁玉的访谈节目时 就暴露了 华哥说 当抱着女儿的时候 整个人是崩溃的 非常感动 这个世界终于有一样东西 是属于自己的了 他也直接说 认为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 只有血缘关系 而后呢 当鲁玉想看看照片时 华哥挑挑选选 犹犹豫豫的举动 也是令网友笑饭的天 以及最后被问 女儿交男朋友问题的逃避态度 都显露出女儿控 之前华哥在拍摄如意专的时候 也曾自爆 因工作不能时常陪女儿 感到愧疚 但一定要看女儿每天的照片 关注着她的成长 而拍摄结束以后 一定是立马赶回家看女儿 林欣如生下小海豚后 出席代言活动 经常会分享有关女儿的一些趣事 也再次暴露了华哥的女儿空属性 那林欣如表示 三岁的小海豚要出门 女儿要在鞋棍面前15分钟 僵持不下来 因为要挑选心爱的鞋子 如果女儿发脾气了 林欣如就会说 那你不要出去了 所以女儿自己现在会挑 超会的 超会 选个鞋子要选10分钟 后来就把鞋子全部都收起来 只剩下两双在前面 只剩下两双可以选择 林欣如还坦言 女儿在家看电视 无意间看到了霍建华的新篇上映 因为小海豚懂事了 看到自己的爸爸 在荧幕中亲吻马思春 他立马跑向林欣如告证说 你老公和马思春阿姨亲嘴啦 太搞笑了 小孩子懂得知识太多了 一旁的霍建华 在听到女儿的这番话以后 也是显得非常无奈 霍建华对女儿解释说 那不是爸爸 表示这只是爸爸在演戏 并不是真的 小海豚呢 听得一脸的懵懂 这样的回答 也是让林欣如大笑不止 可以看出 这一家人的生活非常幸福 女儿说什么 她都好好好 但她也不是溺爱 就是她还是有她的原则 反正你知道吗 爸爸就 可不可以吃冰淇淋 好可以 可不可以看电视 只要我不在的时候 就会 当初林欣如与霍建华 官宣结婚的时候 受到网友们的吐槽 但是好在 他们是珍惜相爱的 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候 因为很少兄爱 也总是被传出 一些婚变的舆论 不过他们俩呢 都在无声中 将谣言击破 我这一年真的都非常忙 所以就很谢谢 就是有一个神队友 可以在家里面 然后让我无后顾之忧的 去工作 然后因为爸爸也很辛苦 他每天早上 就会很早起来 有时候比我拍戏还早 然后送女儿去上课 然后再接她回家 所以就很谢谢她的 就两个人就是 互相配合的听 林心如上节目 会喊话霍建华 而霍建华带女儿出游被拍 父爱呢 抱棚 嘴对嘴 亲吻 眼里全是宠 一个温柔 看来霍建华也是一个 妥妥的女儿奴啊 不过因为霍建华 亲吻女儿的这一个举动 被许多网友都质疑了 很多网友都表示 这样做恐怕有所不妥吧 大家都觉得 小孩的教育 要从小开始 而性别的分歧呢 也要从小养成 这样的意识 就算是亲生的妇女关系 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啊 所以有关于父亲 和年幼的女儿 用不用避嫌 这个话题就活了起来 对此你们是怎么看的呢